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吕薇 我是歌唱演员吕薇 现在也可以说我是歌剧演员吕薇 我跟吕薇认识她不让我说 因为怕暴露她的年龄 跟沈老师认识太久了 我们小时候就认识 想到什么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 我们都是属于学校里面的 这个艺术方面的骨干 小学的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学的是舞蹈 但是后来她自己去学的声乐 在我眼里我觉得里面是一个 特别刻苦的这么一个好同学 沈永老师现在是非常厉害的聚评人 他很率真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剧评人应该有的最责任的这一面吧 今天我们有一些话题想要聊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话题当中 有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以往的一段回忆 也有我们对现在的那种认知 更有我们对未来的那种期许 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一次我们见面 我突然想到说我们两个见面应该怎么称 我们两个见面的话就是沈老师 怪吧 其实我们互相之间称呼沈老师已经有点调侃的味道了 因为我们是太熟了 再加上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们都是那么小的时候 有多小呢 就是小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好像我记得在体育路小学 对 在秦苑市边上 然后你知道体育路小学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大门是谁开的 就早上最早的时候那个门是谁开的 难道是你不成 这是我开的 你知道是什么回事吧 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住在神音沙场 神音沙场到 你的近是吧 远 远啊 那为什么要一个远的人去开呢 其实我就住在秦苑市 怎么没叫我去开呢 因为我每一次都到了最早 我跟我父亲住在一起 然后我父亲在神音沙场里面 做完深夜班完了以后 深夜班 两点多钟结束了 然后他回来 回来完了以后往往就会醒了 正好你就差不多上学了 对 然后我去买两个这个包子 是他 就一面吃的包子一面就过来 大概路上面有五里路 2.5公里 走的吗 走的 那个时候也只能走 然后完了以后 我那个时候特别费鞋 就是我喜欢把一个舌子从家门口开始踢 一直踢 一直踢到学校门口 学校门口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 这样从学校门口 把这个石头踢回家 好有画面感 所以我每次到学校的时候 说其实每天早上是四点半钟左右 然后我会坐在校门口 因为那时候都没开门 久而久之就我们老师发现说 有个小朋友每天坐在校门口 然后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告诉老师 所以他们就把钥匙给我了 所以我们学校的大门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我开的 因为我就住在学校的隔壁 我是听着早晨的这个最早一遍的铃声 然后我起床 然后再到学校去 我都不会迟到 好谢 那个时候你在学校里面是特别让我仰视的 因为你们 有吗 你们那时候跳舞吧 对对对 其实我们舞蹈队呢 是每天早上有训练的 你是比较费鞋 我是比较费袜子 是因为那个时候啊 没有舞蹈鞋 然后呢 都是穿着袜子去练功 练功的时候呢 就是芭蕾舞的积训嘛 在把杆上面 然后擦地 这样擦肯定就没几天袜子就破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舞蹈队呢 真的还是挺活跃的 不管是学校的活动啊 还是社会上的比赛啊 还有是慰问解放军 我们不是有一个海军的一个部队吗 没想到我后来到了海军了 那个小的时候就慰问他们的部队 我看里面跳一个舞 那个舞是叫 我告诉你啊 这个旋律啊 就是从那个时候 这太奇怪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到现在为止 我脑子里面 我只要一想到这个画面 然后我就会想到 你们那个时候就是 三道弯弯顶个瓦罐吧 是顶个瓦罐吗 这个叫做斯里兰卡的冠舞 你看我到现在 我还记得这个旋律 所以小的时候的这种旋律也好 小的时候学的这种 艺术方面的这种能力也好 其实是非常牢固的 我为什么一直会记得 小学的这一段经历 因为我觉得到小学里面 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的一生 如果那个时候 我没有被这家艺术学校 招走的话 那我可能 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特别特别的 就是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让我去上了这样的一个学 学了乐剧 然后后面慢慢慢慢的 因为戏 因为乐剧 慢慢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样的 对 其实当时你被好像被招走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还是有点小轰动的 对吧 对对对 因为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而且很难考 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农村户口 因为我考进一校 我就从农村变成了城里人 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乐感很不错 然后我那个手心长得也不错 老师说让我学乐器 可以让我去学二胡或者什么东西的 考完以后他让我去看一下乐剧版 所以乐剧版不用其他考什么节奏都不用考 只要唱个歌就行了 那你最后是到底是被哪个 两个都录取了 乐器和乐剧都录取了 录取完了以后 他们问我要去哪里 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 学演员的话 每年夏天有服装 秋天有服装 冬天有服装 是练功夫吗 练功夫 还有刀枪靶子 刀枪靶子是道具 道具可以玩了 你小的时候你不是要玩吗 你想你去学乐地方 整天坐在那个地方就是 天天练琴天天练琴多枯燥 你只能玩这个 那个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我就开始一脚跨入乐剧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几年级 二年级 我演的是二堂 你指的是异校二年级还是 异校二年级 对对对 也就是我是三岁 你看这一张是我 挺有范儿的 这张是我跟人家演的三鸡掌 很厉害 厉害厉害 如果有可能你能够在这里面把我找出来的话 那你真的是可行了 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全班的一张合影 然后只有两个男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 那是老师 那还有个男的呢 你找不出来了 在这 这个 我天哪 这个绝对是古董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很相似嘛 真的 就是你看小的时候呢 都跟艺术有关系 我是舞蹈队 你是歌队 那你呢 是招到了乐剧班 就是我也会说顺周话 然后就是那种江南的那种味道 我和波浪小河 将心心情 苏比了子得 把车骑得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就觉得这个乐剧对我们是影响是蛮大的 对不对 你承认嘛 我当然承认 我觉得唱戏的人他有几个不一样 就是学戏的人 学戏的人 对 第一他是特别能吃苦 那当然 因为从小开始他要练四公五法 然后四公五法都要把它练成筋肉记忆 就像你唱歌一样开口就要来 肌肉记忆 他那个位置什么开口就要来 一样我们摆个造型啊 走两步啊 说句台词啊 也必须变成一种下意识 要练成下意识 他必须要不停的练 每天练 对 这个全不离手 取不离口 然后呢还要耗 我们戏曲里面有一个叫耗 耗嘛 对就是 舞蹈也一样 也对 对吧 要耗很久 然后变成一种筋肉记忆 对 所以他特别能够吃苦 是是是 我们把腿根克叫杀猪克 对啊 真丝力竭的 耗在墙上面老是把那条腿给弄起来 每天巴黎弄得泪流满面 天天如此 然后就是真的很苦 所以我觉得学戏的人 第一是特别能吃苦 这也是后面你能够走出去 能够成 能够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成的这个概率 就比较高了 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学戏曲的人啊 其实啊 永远不放弃 戏曲他总有只有一个主角 其他所有人全是配角 就是所谓的说跑龙套 跑龙套对不对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甘愿一辈子做一个龙套 我学了这个行业 我一定要去往中间台中间去站一下 对不对 然后完了以后我一定要把名字给他 给他说明书上面能够写出来 那个时候是6点20分起床 然后每天早上要练早课 然后经常我们班里有同学就5点多钟就起床 睡在那个时候你耳朵你会听着说谁起来了 然后你心里就会挣扎 说我要不要起来 哎呀 这个起来吧 那床上多舒服啊 不起来吧 人家万一进步了呢 怎么办呢 那也是你这样的好学生 然后心里就特别的焦虑 特别的着急 然后一般的情况下面都会战胜自我 不管多冷的天都会从床上起来 然后完了以后去练功 该跑步的跑步 该练体能练体能 压腿的压腿 下腰的下腰 尽量把自己做到最好 所以也就造成我们后面 在整个人生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放弃的 我们不断地在每一个行业里面 努力把自己做到最好 就像你唱歌一样 就是慢慢地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 它的一种好的习惯啊 就成为你的一种生活态度了 对 其实就是对任何的事情 都会是这样的一种指引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 其实是个好习惯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也好 或者说是学系也好 带给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学系啊 能够让人就是更明事理 或者说更早的明事理 你说这个吧 我特别有同感 就比如说我妈妈他们 这一波的乐剧演员 其实她十几岁就出来学系了 照理说她正规的 这个学校系统的这种学习 她是缺失的嘛 但是真的当时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 就是都是特别的知书达理 那么她这个达到的这些境界 是从哪来的呢 都是从戏里面来的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说 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 最具表征的优秀传统文化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它里面有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哲学观 一种伦理 一种道德 一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种方式方法 都包含在戏里面 所以以前我们看戏啊 实际上面它行的是一种教化 就告诉你怎么做人 你要做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从小开始就这么学过 而且戏曲里面 我觉得一般啊 它都会比较鲜明的 就是好人好报 坏人得到恶诚 现实报 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朴素的一种哲学玩 我们中国人就是一要团圆 我们什么都讲究一个圆 对对对对 要圆 月宾也是圆的 罗啊古啊 全部都是圆的 我们讲究要团团圆圆 要44个圆 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 360天 它一定要是一个圆的 中学要团圆 包括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中国当中 一定要现实报 好人 要么是重装员啦 对 要么是结婚啦 对不对 爱情美满 要么是就是说 这个离善的人到最后要团圆啦 对对对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 就像你看梁山伯跟朱英台 那是够非的 对 但是它至少就是说 是对爱情的这种诚信啊 然后追求真爱 追求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典范嘛 就是小的时候学习让我们鸣了很多的势力 你们说以前这个贾政跟那个贾宝玉就说 贾宝玉 四四动名接学问 人情练达接文章 每一个戏剧演员在舞台上面学一个戏演一个戏 其实它是经历了剧中人物的一生 对 你知道我觉得我当演员我最满足的是什么吗 我说哎呀 我这一辈子一百年就过完了了 就只有戏剧的这么一条 但是我前面演了很多很多的角色 我经历了每一个角色的一辈子 然后玩以后我在体味 他人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教化 就不断地在告诉自己说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你说的特别对 因为学习一般都是从很小就开始了 我记得我妈妈是14岁 然后他们有的可能七八岁就要开始 就你刚刚说练功这些 所以在他们成长的这个年龄 正好是对很多事物有一个判断 然后树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雏形的时候 就在戏曲里面有很多的规范的引导 道德的引导 还有情感的引导等等 包括是这个这种历史知识 知识方面的引导 就是对他们来说 就从这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学习了 其实他们的学习是不缺失的 而且这种学习都是特别的这种正能量的 好久没来了吧 好久没来 而且呢就是记得小的时候 这一带都是那个装马场泥堂子 你看这个1990年考古发现的跨湖桥椅距今 八千年 你看我唱过这个歌 你唱过这个歌吗 这叫你看一万年的上山文化 八千年的跨湖桥 七千年的河姆渡 六千年的马甲帮 五千年的梁组 这真的是了不得 那个羊帝在哪里 羊石 对 北宋的理学家 那个陈门丽雪 那个帅人知道 就是讲的就是他 然后他是在公元12年的时候 在萧山做县令 60岁那个时候 挖了这个湘湖 说湘湖原来的面积特别大是吧 三万八千亩 现在只是还原了一部分 还原了一部分 萧山这个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深厚 我们这个后面 苏山路还有贺志章 贺志章的老家 对 我们是贺志章的同乡 同乡 每一次出去的时候 我们也都这么说 这湘湖确实是可以 我亲爱的 我看你那个桥皮了 桥皮 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现在你是不是把所有的作品 全部都放到歌纸上 是的 我承认 因为我现在觉得单纯的唱歌 已经不过瘾了 我现在特别的希望在舞台上 塑造各种各样的形象 然后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然后再通过我的表演 把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样的一种人物塑造 在舞台上再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跟你说 我看得出来 我在看桥皮的时候 我看得出来 你在演出的整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地方 其实你是借鉴了 我们戏曲的一些表现的手法 你们戏曲的 是我 咱们戏曲的 对 咱们戏曲的表现的手法 对吧 对 就是桥皮的这部剧 其实就是 女一号的这个戏 她这个体量还是蛮大的 而且她的戏剧性非常的强 再加上音乐 已经给了一些 很好的一些铺垫 所以必须要 演员 就是要有这种戏曲的 这样的一些借鉴 比如说节奏 我在最后的一个唱段 《大海》啊 《我爱恨悠悠》 那段永叹调 那段永叹调当中 不光是形体上 最重要的是 她的这个音乐 她本身就有戏曲里面的板腔体 所以其实我是顺势而为的 在这一段里面 唱段上面和形体上面 都非常多的借鉴了 我们戏曲里面的一朝一世 但是用得非常的好 《大海》啊 《大海啊你好好荡荡》 《大海啊你好好荡荡》 《却在不多的悲和潮》 《大海啊你胸游澎湃》 《却逃不见我的苦与游》 《十年前我男人排上走》 《从此也去不回头》 《多少心所苦难已经受》 《我认知》 《只想我心思变成》 然后还有一场戏 就是跟女儿分别的那一场戏 分别的那场戏 好多人喜欢这场戏 她骂得絮絮叨叨 是那样深沉的一种态 对对 《多长一点心眼》 《茶眼观色》 《多忍耀 多陪一些笑脸》 《有泪偷偷人后堂》 《向家聊天天海上的套生》 《就当是家乡的夜相在耳旁》 《向家聊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就当阳想眼色照进你的心房》 你自己想 雨星草离星星 可见遥恨也当才迟 涂别虫张开泥土里 却可云或雪或云 17年 你演的《悠悠鲁明》 那是我们浙江省第一部原创的民族歌剧 那个时候我看你表演是从17岁开始演的 我是16岁演到 他那个就是研发轻号速成功 应该是40岁吧 那个跨度算比较大的 就是演40多岁的好演 接近你自己的年龄 要演16岁呢 那的确还是要下点功夫去装嫩 你要让人家看的就是 你就是这么回事 而不是在装那样 那个时候如果说以前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没有接触过乐剧或者什么东西 或者说对表演的这种认知不是那么清晰的话 对我不会那么有底气和自信 我小的时候是被爸爸妈妈就是他们排戏的时候 我就放在剧场里面的 只要他们视线范围之内 我也能看到他们在那个台上排戏 剧团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叔叔阿姨 他瞬间都可以演老头 演老太太 然后这两个人可能换一部戏了 他们又要去演小花莲 就是反穿的是很大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演的这个功底 表演的是能力 能力 就是什么都可以演的 对 所以我想起来就是说我演16岁 我去琢磨16岁的时候 该有的那种细节上的一些东西 其实演几个细节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说这种戏曲的这个分寸 它是要特别的精准的 而且那个点就是要很明显 大家对你这个人物就树立起来了 这个就戏曲的高明 这戏曲就太神奇了 它戏曲 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程式动作 其实程式动作 它是对生活动作的一种高度的提出 提炼 提出完了 它一下子就能够把这个人物的性格 对 人物的特征 就那么几个点 人物的外貌 一下子就能够把那个 树立起来 舞台上面 然后让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会非常的自信 然后你才能够去 对对对 这是戏曲所有的 对我就是我这份自信 可能就是来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吸收 就是乐剧给了我人生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 就是说没有到异校我就不可能从农村走上来对吧 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 我说我要为他做点什么 但是做演员的时候我觉得 我说话人家不听 为什么呢 做演员的时候听谁的 听导演的 听导演的 对吧 然后我说好那我到上海戏子学校去学导演 导演 导演学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为这个剧总也好 或者为戏剧也好 做点什么的时候 我发现做完完了以后引导创作的不是导演 戏拍完了谁来看 谁来引导整个创作 他最后是评论家 所以你看 我又不小心我现在可以做评论器了 你是属于那个 要自己对戏剧特别负责任的有话语权的那种 不是我是想 说句老实话就是说 他给了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谢他给了我 于是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我要力所能及的为他去做一点什么 哪怕是尽一点绵活之力 那我觉得也是对他的一种回报 感恩我们的小时候的艺术熏陶 然后感恩那个戏曲 所以我现在其实不光我自己 在向戏曲学习 然后呢也在践行 就在舞台上在践行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职务是杭州师范大学的老师 对我在给学生教学的时候 我也这么跟他们说 我说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 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虽然是学音乐 但是我们都有戏曲的这种学习 我觉得戏曲这块的学习是不可缺的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人证 就是我是受益者 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我现在的学生 就是如果你缺失了 你现在要补 能补多少是多少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歌曲 也有戏歌的那些创作 比方说像《梨花颂》 《梅兰芳》这些歌曲 像是《紫竹调》 《拔根罗才花》这些 它有的就是 包括是那个《蝶恋花》 它是都平弹 就是从戏曲里面来的 所以我就是特别希望我们现在的学习 你一定要有戏曲的这一块 对你的歌唱 对你的就是表达传统文化 都是特别有益的 你带出来的学生一定跟其他唱歌的老师 带出来的学生会完全不一样 我希望他们是一个综合的 戏曲因为是综合的 对 所以我们站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 我们站在相互这样的一个 有深厚文化底蕴这个地方 八千年文化底蕴 我们往前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过往 看到了他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更是看到了他的一支曾经的辉煌 我们站在今天我们看的当下 但是我们更希望后面接下去的发展 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的乐曲也好 中国的戏曲也好 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也好 更能有一个新的作为 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 干杯